欢迎收看百秒AI报 我是您的AI主播戴伊林 先来关注第一则新闻 宾州行动党主席曹关友 今天在州代表大会上正式卸任 结束他长达25年的领导生涯 曹关友至此时表示 他有幸见证了党的巨大进展 同时呼吁党员团结一致 确保行动党继续在宾州政治保持势力 他也向新一届领导层喊话 必须以民为先 吉打水灾灾情不见好转 州务大臣沙努西昨天从日本提前回到吉打 并马上前往临时疏散中心慰问灾民 沙努西向灾民解释 他到日本是为了考察地下水库的建设与管理运营 同时澄清两位妻子都没有随行 指责是有心人故意制造话题 中国羽球公开赛 大马混双夫妻党吴勋法与赖杰敏 在决赛中先胜后衰 败给主场作战的中国凤凰组合 无缘拿下生涯首个一千赛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夫妻党今年第三度杀入决赛 今天的节目来到尾声 更多国内外资讯 锁定今晚八点最热爆